15号第十七届台商论坛在江苏淮安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 企业界人士等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两岸产业合作新模式 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第十七届台商论坛已融入内外双循环 共建台资示范区位主题 活动现场举办了台资项目签约仪式 全国台企联内销拓展工作委员会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论坛 以及PCB产业发展论坛等活动 据了解 第十七届台商论坛共签约项目65个 其中台资项目23个 投资额达14.1亿美元 我觉得淮安的台商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整个淮安市委市政府 对于经济的谋划的方向 还有产业关注的焦点 那这对于台商加深跟加强在淮安的投资 我觉得都有密切的关系 作为获国台办批准的台资企业产业转移极具服务示范区 淮安已经连续成功举办17届台商论坛 目前江苏淮安已累计设立台资项目近1500个 总投资额230多亿美元 实际利用台资70亿美元 形成了千家台起落户 千亿产值贡献 签名台商汇聚的良好局面